给你一个机会 让你重新回到曾经和爱慕对象美好相遇的开始 如果知道最后得不到 你还会回去吗 我是斯坦 今天为大家带来重返出狱之夜 故事一开始 小冲来参加暗恋对象林珊的订婚派对 见到光彩夺目的林珊 小冲想起三年前他俩相遇的情景 那时在一个万圣节派对上 他第一次遇见林珊 两人聊得很投机 不仅一起喝酒还照了快照 小冲和林珊回了家 玩起桌游 本以为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没想到林珊只把他当好朋友 好哥哥 因为第二天就遇见了自己的未婚夫阿平 两人迅速发展成为恋人 想到这儿小冲一个劲地喝酒 还在派对上失态 最后是林珊的闺蜜盈盈送他回家 小冲想重温一下当日拍照的情景 于是一个人坐进快照房 可是意想不到的是 第二天他一起床 发现自己回到了三年前 可他怎么都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 于是在好友小黑和盈盈面前 看起来像个神经病 当晚小冲好好地打扮了一番 去参加派对 凭借对林珊的了解 自己完全得到了他的信任 和他回了家 可是眼见就能亲到林珊 盈盈回家了 不仅打断了他俩 还告诉林珊 小冲是多么脑残 于是跟踪狂 变态的标签 就贴到了小冲身上 这下好了 连朋友都没得做了 小冲又回到了快照间 打算再穿越回去 这回他听了好友小黑的话 打算化身成为一个派对渣男 可是林珊一开始根本不搭理他 直到两人摔进泳池 小冲抢了林珊 他成功地和林珊发生了关系 可是他没想到的是 后者只把他当作炮友 还是跟着阿平跑了 小冲从盈盈这儿得到建议 他打算做一个 能给林珊安全感的人 于是他又一次穿越到三年前 并且勤勤恳恳地和小黑一起工作 通过对林珊的理解骗到了他 三年后两人结婚了 小冲也变成了公司总裁 可这时的他并不幸福 最好的朋友嫌他阴险狡诈 和他分道扬镳 因为自己工作繁忙 顾不上妻子 于是后者出轨阿平 小冲放弃了 自己都试了三个轮回 林珊和阿平又走到了一起 与其这样 还不如自己主动 撮合这对命中注定的人 小冲又穿越了回去 将一脸懵逼的阿平 拉到派对上 阿平和林珊提前见面 并且相爱了 小冲满意地坐到盈盈身边 可是却惊奇地发现 原来林珊那些 和自己志趣相投的爱好 都是敷衍自己的 他只是看到闺蜜盈盈 经常提起 所以知道 真正和自己志趣相投的是盈盈 四人成了好朋友 于是三年后 小冲跑来找盈盈表白 还抢吻了他 可谁知盈盈听了小冲的话 和钱那也复合了 小冲问他 你幸福吗 盈盈含着泪 关上了门 于是小冲最后一次 穿越到了三年前 可是这回 他什么都没有改变 林珊也遇见了阿平 时间慢慢地过 来到了三年后 又是在林珊的订婚派对上 小冲这回没有醉酒 反而主动和盈盈搭话 两人有着说不完的话 环球旅行 最后走到了一起 影片结束了 强扭的瓜布田 哪怕你能感动他一时 可以耐不住他的心 一直飘着 与其这样 还不如放眼身边 那个一直为你出主意的人 或许就是真正关心你的人 迎冲迎冲 互补结合 我是斯坦 我们下集再见